你看 早上半年所有大水都沒拿 部分的屋是水淹到一棟樓館 既然另外是開水路的鐵架車 四處來救館 很多地方停水停電 並重搖幾天路 這個地方沒有在二樓來擔台救館 有並重擔台很興奮 大火那一在樓不停 四樓爪招牌的家 真的是一片天然的招水 一棟樓的館桌 既然因為我們只好坐水路 能切成架車 一樓向來走 哪像在篩準一樣 越往前總會越壞 車就要讓大水陰氣 向前來走出現人家 停水停電在家裡 居民真沒來 手電坐立立樓 搖整天等沒人來救 就晚上等到沉默 這當初看到救藥人員 終算出現 不過他們非常受氣 股肉輪 叫雨水子 有吃 誰不要拖 沒有送 我撐 reun 人家的狀況跟七三六撇 裡面都是行動不方便的老大人 對湯仔慢慢向阿嬤更出來 九十多歲老 阿嬤 整個屋都在屁屁 戳幾臉都是怕陷 相處不來靠在救人家的警察頭 甘情這片的警察真的讓人看了會怕 阿嬤看過這麼大的大水 有夠害怕 真的有夠害怕 另外一位老阿嬤 走到真的一樣 眼睛看到前不知道要怎麼怕都怕死了 一直抓到救人家的警察頭不敢噴嚇 另外這個阿嬤也一樣 夫人家救人家嚇嚇著 趕緊自己保護這個暗毛燈 讓他更不怕 保暖 另外所有人都全部在鎮駛車裡 阿嬤跟孩子都救出來 他們在這個空間裡 大家嚇到屁屁屁 因為受到他嚇 另外這十五個孩子 也看過這個警察還在哭 媽媽拿到這十五個孩子 給他安慰說乖乖 不要哭 不要怕 媽媽在旁邊沒關係 另外這個大家 站在鎮駛車裡面 看到我們本的故鄉 變成翁翁一片 大家想說 趕緊走得好 大水不要再來 現在總部讀